明天出版的《辽宁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释放巨大潜力 提升开放水平 六论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 十二月四号 省委宣讲团成员分别来到省职机关公委 辅顺 铁领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宣讲报告 在辽宁人民会堂举办的省职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省委宣讲团报告会上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 主任任长海做宣讲报告 报告从重要意义 逻辑主线 行动纲领 坚强保障等四个层面展开 对省职机关干部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 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十五对国家十三五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 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对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 扎实工作 束牢 营商环境 就是我们自己的理念 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和优质服务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和辽宁全面阵型 全方位阵型贡献力量 宣讲前 任长海还与省政府研究室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员干部代表座谈交流 围绕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宣讲 在府顺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纪委副书记 省监委副主任吕洪做宣讲报告 报告中 吕洪围绕深刻认识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全局性历史性意义 对五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宣讲和深入阐释 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主动力 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下午 吕洪先后来到辅顺市顺城区 各部街道党群活动中心 辅顺职业技术学院 与那里的党员群众进行互动交流 在铁岭 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乔务办公室主任王东秀 做宣讲报告 报告中 王东秀以破坏宏伟新蓝图 开启复兴新征程媒体 联系铁岭实际 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 对于我来说 下一步的工作 我想也是把省委宣讲团 关于宣讲的精神 及时准确全面的 传递到我们全市的广大干部群众当中去 下午 王东秀深入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围绕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与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研讨 本台综合报道 连转好 好的 感谢观看